全球熱讓逐漸嚴重 氣候危機也使得熱浪是變得更熱 也更加的頻繁 聯邦國旗下組織就說明 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來 全球的平均氣溫 已經升高了大約是一點二度 巴基斯坦過去幾個月來 在熱浪的烘烤下 這個星期氣溫一度飆到攝氏四十九度 而百姓生活離不開 中暑 腹瀉 嘔吐跟脫水 東南部信德省城市賈克巴巴德 整個六月份的氣溫 一直維持在攝氏四十七到四十九度間 不只南亞 美國歐洲部分地區也遭熱浪侵襲 意大利首都羅馬的氣溫 也直逼攝氏四十度 巴爾幹半島也成為大烤爐 而中國新疆部分地區 高溫已飆迫攝氏四十四度 上海也衝破三十五度 根據聯合國政府 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報告 過去一百年裡 世界各地熱浪變得更熱 發生更頻繁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以來 全球平均氣溫大約上升 攝氏1.2度 IPCC還明確指出 大氣中的額外熱度 主要是由人類燃燒化石燃料的 氣體排放所導致 而持續的高溫也嚴重威脅民眾健康 大氣中多出來的熱約有九成被海洋吸收 變暖的水域已導致珊瑚白化 水溫更高會降低氧氣含量 而這正是海洋生物所需 一些海洋生態系統出現壓力 研究顯示 2021年西北太平洋熱浪 有數百萬海洋動物的死因 跟極端氣候有關 此外 冰川融化 能源與交通基礎設施 作物牲畜均因高溫耗損 進而影響到糧食跟生計 根據獨立科學分析工具 氣候行動追蹤 目前在各國承諾的減排行動下 到本世紀末 世界平均升溫二點七度 而在升溫兩度的情況下 過去每十年發生一次的熱浪 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 如果人類減碳減排失敗 全球平均增溫到攝氏四度 則每五十年或每十年 才會發生一次的超級熱浪 恐怕將成為每年報到的常態 公視新聞黃麗玲